今天带来一部国产悬疑影片,名为《河边的错误》 由我们熟知的男演员朱一龙担任主演 看完影片之后,可以说这是为数不多可以与国际接轨的国产悬疑好片的 我想很多小伙伴们都在院线看过了吧 大部分观众都表示完全没看懂 或者是看得云里无理的 到底谁才是凶手,至今都众说纷纭 我也是看了第二遍才有了一些美目 那么接下来就带大家来看看 这不能与国际接轨的悬疑片《河边的错误》好话不多说开始 首先提一点,本部影片在宣发的过程中就一直在强调没有答案 也难怪小伙伴们看完一脸懵逼 确实直到结尾也没有找到答案 男主怎么就稀里糊涂的给案子破了呢 那么接下来,我以纯景评的角度带领观众们着重分析一下这部影片的众多看点 故事发生在八十年代 男主马泽是由朱一龙饰演的刑警 为人是井井爷爷,现如今还赶上妻子怀孕了 或多或少有点压力 再加上,局长是一个爱面子的人 总是要求下属,着重表面工作 就是在这双重的压力下,河边发生了一起命案 死者是一名老太太,后脑被人砍了一刀 死因是失业过多身亡 发现尸体的是一名孩子 不过他呢,在现场并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 由于老太太没什么亲亲朋友 只能通过走访邻居来了解情况 结果得到的结论是,老太太靠养大鹅为生 没什么仇人,领养了一个当地的傻子 目前看来这个傻子的嫌疑非常大 不过呢,村民们表示这个傻子并没有什么攻击性 即便是孩子们经常跟他打闹 拿石头砸他,他也不会反抗 了解了一圈之后,有用的线索那是少的可怜 回去之后,大家只能按照伤口来模仿凶手的犯案手法 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凶手力气非常大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可疑之处 那就是现场发现一个女士的背包 看上去就是年轻女性用的 与老太太身份极为不符 这是唯一一个有用的线索了 还在里面发现一个录像带 随后播放了里面的内容 发现有个年轻女性的录影 而且表示是在等一个人 同时,录影还传出了很大的火车室 无奈之下,警方只好用一个比较笨的方法 那就是去铁路询问火车司机 有没有在沿途看到一位女士 别说司机还真就看到了 身穿的是附近工厂的厂服 那么这下就好办了 随后马泽带领手下来到了工厂 真就找到了这个女人 其名为千玲 起初询问有些不顺理 提什么问题,女的都不吭声 好在此时来了一名男性 其名为王洪 原来两个人是准备在河边约会的 由于双方关系不太明朗 才会用这种录影带的方式暗松秋薄 那个年代也可以理解 如果被人发现关系不正当 那在整个蠢都没法混了 尤其是女法 就此王洪请求警方 不要将这件事说出去 为了表达感谢 他还主动交代了另一条线索 那就是他在河边看到一个烫发的女子 在河边奔跑 简称为大不辣 这条线索可太重要了 那个年代 做发型的本身就很少 而且当地的理发店只有一家 只要向老板打听一下 肯定会找到这个女人 随后来到了理发店 找到了老板 然而他的回答 让马哲是完全摸不到头脑 此人像是招供了一样 表示你现在就可以抓我 也愿意被带走 但案件与他没什么关系 前后说的话 那是驴唇不对马嘴 但由于老板没有作案实践 马哲只好先回到了警局 后来一调查 发现这个老板有前可 因为耍流氓 被判入育八年 待了七年半才出来 也可能是因为他有点被抓怕了 才显得这么反常 然而不久后悲剧再次发生 河边又发生了一起命案 死者名为王洪 就是前两天刚来到警局的那位 经过现场勘察 疑点那就更多了 首先这个王洪 身体上出现了明显的外伤 这就说明他不是自杀 但却在他身旁留下了一封遗述 经过证实 确实是王洪的笔迹 这就有点太奇怪了 信里边的内容 是写给之前 马哲带到警局的那位女只拱的 那么到现在 这起案件最大的疑点有两个人 一个是现在都不见踪影的傻子 就是第一位死者领养的那个 第二个就是 现在都没有出现的那个大伯拉 王洪前两天刚提到了他 隔天就死在了河边 说明一定是遭到了大伯拉的灭口 正当马哲绞尽脑汁的想 上哪找这俩人的时候 傻子突然出现了 并且手中拿着一把菜刀 这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结果刚要对其进行审问 局长要求结案了 给马哲都弄傻了 这怎么就可以结案呢 局长表示 他手中拿的那把刀 经过对比 与死者身上的刀口完全吻合 所以就是这个傻子犯的案 只要把他关进精神病院 结案就可以了 皆大欢喜 但马哲不这么想 很显然还有一个嫌疑人 大波浪没有找到 现在结案 这不是上分烧报纸糊弄鬼的吗 因为这件事 两人在办公室里面 强强个没完 最终局长退让一步 让马哲继续去调查 马哲也是一刻都没有停息 马上再次去拜访了 那个理发店老板 望从他那 获取大波浪的下落 结果却发现了不为人质的秘密 收查的时候 竟然从他的家里 发现了很多女性用品 而且还有一个假发 正是大波浪的发现 这么看来的话 理发店老板 就是那个神秘的大波浪 现在马哲的内心 有无数个疑问 之前就说了 这个老板是没有发现时间的 那他拿这些女装 又用来做什么的呢 又为什么非要让警察抓自己呢 刚要对其着手调查 结果悲剧再次发生 这个理发店老板 竟然企图自杀 好在被马哲及次发现 送到了医院 与此同时 河边又出现了一具尸体 正是影片开头 发现尸体的那个小男孩 死因是头部遭到了顿器撞击 不过这次有位目击证人 他完完整整的 看到了整个案发全过程 该男子称 孩子是被村头那个傻子打死的 正是老太太收养的那个 那么到这 疑问又来了 他不是前前被关进精神病院了吗 怎么会跑到这里来行凶呢 结果尴尬的是 经过医院巡查 发现这个傻子一找就跳窗逃跑了 那么基本确定 这起案件就是傻子所为 现在的侦破方向很明确 只要找到这个傻子 这起案件就基本高破了 随后警方兵分堕落 马哲则是重新回到了老太太家 也就是第一起案件死者家 看看能否寻找到傻子 结果来到老太太家 并没有发现他的身影 却发现了另一个秘密 他竟然在墙上发现了很多鞭打留下的痕迹 还在房屋里面发现了皮鞭 一个养额的老太太 家里面怎么会有这种鞭子呢 随着傻子的逃跑 警局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了 主要是马哲的压力太大了 早点听局长的话 结案也就没这么多事了 然而从第一起案件开始 马哲就没怎么回过家 别忘了他的妻子现在还有着身孕呢 结果这一回家 夫妻两人吵的那是不可开交 随着一件事的发生 使得马哲的内心防线彻底崩塌了 那就是理法店老板居然自杀了 而自杀的地点就选在了警局门口 比较奇怪的是 自杀前他乘到警局 感谢马哲当初的救命之恩 本以为他会回归正常生活 结果下一秒就死在了马哲面前 还有一处细节 老板自杀的时候 头顶上戴着正是大波浪的假发 从之后马哲的表情 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整个人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工作 家庭 案子 三重压力下 再好的人也会变得不正常 最终他在办公室昏睡了过去 但随后他做了个很奇怪的梦 也是这个梦 成为了本部影片的高潮 马哲梦到了所有死者的真正死因 孩子确实是被傻子打死的 因为影片开头就说到了 当地孩子们经常用石头扔傻子 但傻子并没有生气 可能是他认为扔石头 并不是什么危险的举动 便对孩子也扔起了石头 熟不知自己下手太重 给孩子打死了 其次是老太太 实际他家里出现的贬子 并不是做农活用的 而是老太太有受虐倾向 要不就是虐待倾向 这也是他收养傻子的原因 就是为了满足自己这种变态的心理需求 那么到这问题也来了 老太太有可能是被傻子撒害的 很可能因为傻子下手过重 之后就是那位死在河边的王红 他确实是为情所困 最终选择自傻 不过这里面有两点解释不同 第一老太太身上的刀伤是哪里来的 第二王红身上的外伤又是从哪来的呢 答案应该就在大不浪的身上 别忘了当初说他没有做案时间的这个事 是马哲根认定的 因为理法店老板本身就不太正常 之所以不正常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之前犯过流氓罪 不过这个流氓罪是被误判的 只因为这个理法店老板喜欢男扮女招 术语叫做伟娘 而这种文化当时还不被人所接受 所以被人当成了流氓抓了起来 这种人在监狱里面的待遇 也是经常减肥绕 这就导致他出来的时候 精神与心理上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是他仍旧没有改掉男扮女装的癖好 为了避人耳目 他只好选择在河边继续完成自己的癖好 结果不巧被同样实施变态行为的老太太发现 而他刚好被撒子抽吻了 为了不再次被抓进去 理法店老板只好选择灭口 结果给老太太后脑补上了一道 王红身上的外伤 可能也是理法店老板所为 但因为自己承受不住杀人所带来的压力 最终在马泽面前自撒了 那么到这儿 一切案件算是真相大白 真正的凶手有两个人 一个是傻子 他失手打死了小男孩 另一个便是已经死亡的理法店老板 而马泽在整部影片当中 成为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大家都在认为傻子是凶手的时候 他却认为凶手另有亲人 原因是他想立功 想在妻子和同事面前证明自己是个有用的人 只不过领导不相信 只想让他快点结案 实际凶手确实另有亲人 可当真雄出现在马泽面前时 他却主动排除了理法店老板的嫌疑 直到他死在马泽面前时 马泽才明白自己才是那个小丑 理法店老板早就说了 让他抓自己 那时候他就已经承受不住杀人所带来的压力了 影片结尾 马泽出现在了河边 看样子是准备资金了 因为他自责 却突然间发现了出现在河边的傻子 便顺势将他拿下 结果这次举动因祸得福 因为将傻子成功捕获 马泽反倒成为了队里面优秀的刑警 并获得了三等功 自此影片结束 至于影片结尾 有很多网友说 这实际是马泽的幻觉 自说有这个判断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早在理法店老板死亡的时候 马泽就已经出现了精神失常的举动 之后还提出过离职 最可疑的在于 他声称自己在庙里面 给傻子打死了 说的局长是一头雾水 马泽的配枪里面明明是装满了子弹 他却告诉局长自己开了四枪 也就是说 此刻的马泽已经压力过大 患上了精神疾病 当然对于最后面的这一件事 只是猜测 也许是马泽有个圆满的结局 过上了家庭美满的生活 也许只是导演在表达 家庭美满的生活 是每一位刑警都不敢射修的美梦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看看原片 我是马峰出电影 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们 还可以长按点赞 特别推荐一下 感谢观众老爷们的支持与好爱 我们下期见